老话 认得八角莲可与蛇共眠 八角莲是什么 她有啥厉害的 八角莲俗称江边一碗水 传说是神农士采药时 不小心掉到峡谷里 全身发疼 动弹不得 半天过去 口渴难耐无奈的她 只能慢慢移动身体到西边 然后 神农士发现了酷似荷花的八角莲 她下凹的叶子里盛着一些露珠 神农士畅饮以后 全身疼痛渐渐消失 连带着精神也好了不少 于是 她便称八角莲为江边一碗水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近山探险的旅友 可不要模仿神话故事里的神农士 直接摘了八角莲 把它当成碗拿来喝水 因为八角莲不仅是国家两极野生保护植物 它有毒 能在野外顺利存活的植物 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八角莲也不例外 而且它的招数比其他植物更多 别看它长相平平无奇 因为叶子四周突出 正好形成一个八角 和夏日里动人的荷花沾点边 而得名八角莲 你还真是个人的 你 这种形象